大家好,我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頻道呢,會在每週四更新新品咖啡相關的知識以及開箱新器材 所以如果你對新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週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可西式的磨豆機 其實呢,它就是小型的磨豆機啦,然後它可能是用USB充電的 所以呢,它是有一個可以帶去外面的便利性 就不用要插在插座上 那充飽電以後呢,它都可以磨個二、三十次非常的方便 那學長也蠻推薦大家喔 如果譬如說你在辦公室,想要現磨咖啡相機又想要低調 或者你有偶爾會外出,譬如說你可能開車去山上 或去喜歡去野餐的,你只要有熱水 搭配這種磨豆機呢,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目前這兩台的都是學長覺得很不錯的 大家可能沒有一些退刀啊 一些研磨度品質太差的問題 都算是等級以上的極致喔 所以呢,學長今天就來PK一下 告訴大家說,如果你要購買這些商品的話呢 他們的優勢是什麼 那當然如果你看到其他商品,可以來對比一下喔 好,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關於轉速的部分喔 那這兩台磨豆機呢,它都屬於慢轉機喔 慢磨機 那D61,這個是STAR RACE的D61 那這台呢是小莉歐X 那小莉其實就是跟泰摩的一個關聯的品牌 好像是紫品牌喔 所以它其實就承襲了之前泰摩出的例子夠 精神比較像喔 那這台STAR RACE的STAR RACE就是這個 學長很推薦的STAR RACE手壓咖啡機的延伸商品 就是這個磨豆機啦 所以這兩個呢 一個D61,一個是歐X 我們就這樣稱呼它的喔 這兩台都是慢磨機喔 什麼叫慢磨機,就是它的轉速呢 不會像我們一般的小飛馬、小富士 動輒800轉、1000轉 沒有,它們轉速呢 這一台每分鐘65轉 這一台每分鐘35轉 就知道說是轉速是非常這樣低的喔 但是低轉速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的細粉的比例會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你喝起來比較薄弱,會出苦澀 第二點就是它的機身的保護作用比較強 因為如果它轉速太快 這麼小的機身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負荷過硬的豆子 所以它把轉速調低是有助於 讓它碰到很硬的豆子的時候 它能夠完成研磨的部分 所以也因此這兩台都可以做到 意識的部分 那這個意識的部分我待會再詳細說 但是原則上它的能量還有它的穩定性 因為慢轉的關係都非常的好 那想要慢轉的話 我們就要來開始PK囉 第一個部分是它的研磨時間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實驗好了 那目前這兩台都是我用手沖的研磨度了 那我們就來測測看這兩台呢 它需要多少時間 好 那我們就放20克的豆子 那我們就直接讓它開始研磨了 20克的豆子 手沖研磨度 好 開始計時 好 完成了大概32秒 那我們來看歐差 那大概是43-45秒左右 就是歐差完成 所以可以看到這兩台呢 如果以轉速來說呢 D61大概30出頭 32秒左右呢 其實是比歐差快一點點的 那就看你會不會覺得這個10秒有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機身重量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是有外出需求的話 可能會覺得比較輕的重量隊來說 是比較喜歡的 好 那我們來秤一下 這兩台的重量 好 首先是D61 D61大約是700克左右 700克 然後呢 其實歐差看起來比較重一點 歐差大概是850克 700克850克 所以如果以比重量的話呢 是D61是更輕便一點點 那體積的部分當然也是D61 大約是歐差的大概2 3分之左右 所以體積跟重量呢 D61的外出的攜帶能力都會更好一點點 那還有關於研磨的部分呢 D61可以看到它機身比較小嘛 所以它每一次研磨的最多的量大大概是30克 那歐差呢可以到50克以上 一口氣可以磨50克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比較有大量的充足需求 比如說在露營需要很多人一起喝的話 歐差一口氣可以研磨的東西呢 確實是比較多一點 這也是你們可以來選擇的一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是關於電池的部分 這兩台呢都是Type-C 然後搭配底電池的 所以它是可以充滿電以後呢 是可以用一段時間不用充電的 那D61它是800毫安培的電池 然後歐差呢它是850毫安培 所以呢稍微多一點點啦 其實差50毫安培沒有差很多 所以原則上這兩台呢 在同樣的豆子情況之下 都是可以研磨20到30次是不用充電的 換句話說你可能兩個禮拜充一次電 你可能就OK了 沒有太大的問題 或是你出去露營三天 基本上是充滿電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中間還有一個小差異性 就是關於能不能插著電研磨 那D61是不行的 它插電的時候呢 它是沒辦法啟動這個研磨的機制 但是歐差可以 所以呢如果 你會有這種特殊的狀況 就是要忘記充電 我覺得要必須邊插邊磨 情況之下 歐差這方面就是 有音D61的部分 那關於聲音的部分呢 是D61跟歐差 我們會聽聽看的聲音 這是D61的聲音 可以聽到聲音比較低聲一點 這個是歐差的聲音 稍微尖銳一點點 那這兩個台呢 在噪音的部分呢 就是其實跟那種大型的 小飛馬小腹是比的 他們倆都算是安靜的 但是D61的聲音是更為安靜 無論是空機啊 或者是有磨豆子的時候 都是比D61再安靜一點 而且如果你真的在辦公室 希望聲音更少一點的話 它有放一個C型袋 大家可以把它放到C型袋裡面 然後呢 磨的時候呢 再把我C型袋封起來 可以聽到 聲音就會非常的 非常的低調 你就可以不用太緊張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利多 就是它真的是 相對來說 安靜度是 目前它是非常的好的 OK 那關於研磨度的部分 其實這兩台 它基本上都標榜 都是以手衝為主啦 當然 你要做摩卡壺啊 都是OK的 但是呢 就是 有些人會比較care 是在最細的情況之下 我能不能follow到我們的意識期 那其實這兩台 如果是手壓意識期 這類型的 它的壓力功率沒那麼大 就是Star Razor來說 這兩台都是可以升任的 是完全沒問題 但如果 你想要做的是那種像 半自動的插電的意識機 需要建議 你可能要用小力 就是OX 它的能力是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的最細來說 OX的最細 會比D6E再細一些些 OK 所以如果你 就是有這個目標的話 一定要選小力 但如果你就是 意識機也沒考慮 或者說你只用刷意識機的話 兩台的功能都是沒有問題的 OK 最後呢 來討論一下刀盤了 那 其實我們說了 剛才說了 這麼多的優缺點 其實 XR的D61呢 在各方面其實是也蠻優秀的 無論是聲音 體積重量 或是 它都非常的優秀 但是呢 實話說 這兩台有1000塊的價差 就是D61大概是2680 OX大概是3680 這兩台這1000塊的價差 最大部分就在於它的刀盤 XR的實話跟大家講 我覺得呢 D61的刀盤呢 是比較入門一點點 那OX的刀盤呢 它的風味的表現 會再多一些些 那兩台呢 都比較偏入門機 所以呢 你的維韻的部分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苦雜味 所以你可能最後面都要衝快一點 這兩台呢 其實在維韻的部分 我覺得都是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就是入門機 好 那OX它整體喝起來的 飽滿性 張力 就是喝起來 欸 同樣的豆子 可能喝起來D61呢 它是比較清爽 層次比較顯一點點 但是呢 OX的張力強度來說呢 會略勝一籌啦 所以這1000塊就基本上都花在刀盤上 所以喔 如果 你在風味上面的話 覺得喔 我有OX 我需要追求更好一點的風味 飽滿度再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OX 那如果呢 你覺得沒關係喔 說實在的 我的風味OK就好 因為D61其實風味也是OK的 沒有不行 就是相比之下就比較殘忍 它的香味來說 它的風味飽滿度就略俗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覺得OK沒關係 我只要覺得風味正常 但價錢以及其他優點很棒的話 你可以選D61 好 以上呢 就是這兩台的一些PK跟評測 如果你對於這種可吸式的魔鬥機 有一些需求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你是比較重視重量體積啊 點磨聲音啊 還是說風味或是豆量 那以上呢 你就可以來參考一下 是不是能夠符合你心中喜歡的單點喔 OK 那我們今天看到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